因为有人有那个晚三看到 是不是你还是谁 然后有人看到就尖叫这样子 然后我没有那么有耐心拿着拖把去拖地 我是请他去男生厕所拿拖把自己把自己的血拖干净在手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那个怎么 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 我觉得当然 我看一下 老师问了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一出来当然大家都会很恐惧这样子 然后可是就是那个恐惧背后 当时不会觉得要那么快的就是找医疗去缓解自己这样的恐惧 对就是不会那么快的找医疗 我觉得人就是在思绪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很难当下立刻快速理解的东西 那个背后是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恐惧的 那可能就是因为恐惧常常像也会期待政府设立的很多的机制 像医疗像什么的方式能够去监控管控他 对可是当你去理解一个人他的思绪是怎么了之后 其实那个恐惧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的了解而减少 那我这个感慨是 是说最近那个大家在报导富二代 在报导富二代的这些性丑闻 然后报导官员的贪污的这些不公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都这么的冗藏 然后所有的谈话新闻都非常的细致在介绍 然后让人民多么了解他们的过程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一个人生病如果不是只是 就是新闻他也可以做这么深入的的 抖析跟了解 其实他就是不会只是那么简化的用 他疑似他生病 然后就说他的行为是出有因 而加深了那个大家对于疾病的恐惧这样子 对然后大概大概我想就先讲这些 好所以这边其实相对于我们常常在工作 因为我自己是医院的精神科社工出生 所以我们的这个在医院里面的工作的方式 常常是非常的把它放在这个巨大的包塔里面 然后来看人而已 所以看的都非常的片段 而且很切割 都不会看到他生命里面到底发生怎么回事 出院回家以后在社区里面经历到一些什么样的痛苦遭遇 包括没有任何人的关心 对不对 那只能在那个货房子里面看着漏水滴下来 那样子的一个个孤独苍凉 那这个不是我们在医院里面可以想象得到的 那我觉得此之方其实开展了一种很重要的观点 人与人的一个观点 那重新放置回去 不是只用病人来对待 那人与人的对待 那我想这些东西都可以在书里面 看到他的一个蛛丝马迹 那我也当然更期待 我们的将来 书的书写里面 除了有我们的会员的书写之外 那这些Worker们怎么样子撑起来 在那个地方 可以跟会员一起开创出这样的空间 或许是我们的第二本书 那应该也有它 值得会有很多我们要在一起思考 和一起学习的地方 那我们也有好多的伙伴们 那都在各个角落里面一起努力 那要面对这整个社会 还有整个在所谓的精神医疗的主流里面 对待病人这些看法和他的治疗的方式 我们其实都在找不同的出路 像厌附近协会 你们的打雨球 让他们出汗 对不起打网球 让他们出汗排毒 一个阶层一个阶层来 我想都是在找到各种可能性 而且有不同的方法 那希望这个书也越来越多本 然后我们就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治疗方式 会因着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 或者因为这个时代的不一样 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 好 那有没有哪位朋友在我们前面这些 说了以后 想要呼应一下 想要跟我们说说话的有没有 好 好